Hello, 今天想分享養貓的小小小知識 每一個月都會幫貓貓滴這個失水 因為我們人身體出完街回來 都可能有些細菌或者有些害蟲跟著我們入屋 雖然在門外除了鞋子, 但衣服也有 所以會幫牠們滴這個Revolution 其實香港人通常用這個品牌和另一隻芬拉 為什麼我會選在貓身上用這個品牌? 因為牠有防心思蟲, 感覺就比較好 因為我的狗之前有吃心思蟲藥和滴芬拉 所以我覺得需要的東西已經很足夠了 所以沒有幫牠們用Revolution 打開這個盒子, 其實牠有三支這麼小 牠本身有一個石紙袋包裝 因為放得不好, 牠們走去抓穿了, 吃了毒藥 牠裡面有說明書和貼紙, 很窩心 可以貼在日曆, 不用不記得哪一天幫牠們滴這個失水 盒子後面也有一個雪紙袋 我不常說了, 這份量不可以用在貓貓小過六星期的 而且溫度不可以高過30度 通常都會放在櫃裏面 剛才說過, 這份量很小 在膠裏面還有一支很尖的物體 你要壓下去才能夠開 因為要很大力 所以我手機拿著, 應該看看是否能夠 我先試一下拍攝 要很大力把牠放進去 唉, 行了 將牠滴在貓貓的頸後面 總之牠擋不到的地方 我幫這隻白色貓貓滴了 通常我會把藥水滴在牠的頸後面 牠擋不到的地方 亦擋不到的地方 這個位置是最安全的 滴完之後, 兩小時千萬不要碰牠 如果你家裡有其他貓貓的話 要分隔牠們 否則牠們兩個互擋就會中毒 今集分享到這裏 記得按LIKE我 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拜拜